哈喽大家好我是红五 今天呢我和大家分享的是在加拿大留学一年到底要花多少钱 首先来我们来算一笔账 第一部分的话就是学费 学费的话比如说我现在在曼尼托巴的温尼泊 然后曼大的学费的话大约是一年是一万五千加币左右 也就是人民币大约七万到八万左右 然后生活费的话我们可以按照衣食住行购来看 然后首先说的是租房 租房的话大约基本上的话是五百加币左右 然后吃饭的话可以按照三百到五百加币来 然后如果说你养车的话可能一个月保险费是两百 然后加油的话可能是两百 然后还有你的电话费大约是一百左右 所以一个月的基本开销的话我们可以粗略算为一千五百加币 一年的话也就是一万八加币 然后这换到人民币的话大约就是九万 九万的话加上七万的话大约就是十六万到十八万 然后再加上其他的开支的话大约就是十八到二十万左右 但是如果说你是在多伦多和温哥华或者其他层次的话 可能整个费用在二十五万到三十万人民币左右 以上就是我和大家今天要分享的内容 希望对大家有用 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